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 英国作家阿道斯·赫须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 这部作品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 扎米亚经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书》 在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写作背景 1931年的欧洲一片混乱 大萧条还处在高峰期 穷人失业 中产阶级纷纷破产 政府摇摇欲坠 各种极左或极右的思潮涌现 渐渐的 越来越多的人期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拯救局面 然而这种社会思潮 让英国人阿道斯·赫须黎非常担忧 他从飞速发展的汽车工业身上 预感到将来一旦这样的政府上台 国家将不再用政治专政和军事武力来维持统治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科技手段 统治的目标将是经济繁荣 所有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东西 都将被取缔 大规模生产和提倡消费将成为国策 至于人这个物种也将被改造 以符合新型社会的需要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 他提笔写出了这本《美丽新世界》 算是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一个警告 那么 这个《美丽新世界》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接下来 就请您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推开这扇大门 听完了 或许您会有那么一丝恍惚 难道小说里描绘的《美丽新世界》 不正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吗 现在是公元2540年 人类已经进入了《美丽新世界》 在这里物质生活极大满足 精神状态永远快乐 人们不生病 不衰老 不嫉妒 不痛苦 总之 《美丽新世界》批量生产一种产品 那就是幸福 是不是很诱人 想不想学学 怎样生产幸福 来 请你和新学院一到 参观幸福工厂 也就是这个叫做 中央伦敦孵化级控制中心的地方 你们进入大门 迎面看到巨型徽章 盾牌状图案上 刻着世界国的格言 社会 身份 稳定 中心主管就站在徽章下 亲自为你们讲解 这里是文明世界的子宫 万无一失的优生体系 主管向四周挥挥手 人类终于摆脱了胎生的重担 婴儿从受精到出生 所有过程都在这里完成 主管带领你们来到孵化车间 指着一排排孵化器接着说 根据质料 受精卵在这里被分为五个种性 α β γ Δ 社会地位由高到低 后三类还要经过 波卡诺夫斯基程序处理 主管停顿了一下 观察你们的反应 记住 波卡诺夫斯基程序 他强调一遍 一个卵子形成一个胚胎 最后长成一个人 这是正常情况 但一个波卡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 会蒙涅 肤质 分裂 形成最多96个胚胎 从一个受精卵培育出96个人 这就是进步 可是 这又有何益处呢 一个学员傻乎乎地问道 主管 B是学员 表情严肃 你们看不出来吗 波卡诺夫斯基程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工厂里全部职工都来自同一个受精卵 96个一模一样的多生子 操作96台完全一样的机器 这将大大方便管理 提高生产效率 标准化生产原则 终于适用于生物学了 学员们点头如捣钻 接着 你们来到社会生分车间 在这里 胚胎放置在一瓶瓶贴着标签的容器里 在流水线上缓慢移动 经过267天 离开车间 发育成人 我们在这里决定每个人的命运 主管简洁地概括道 这批是阿尔法 他们将会成为出色的教授 企业家 干部 将军 所以 这批胚胎 享受着充足的供养 疫苗 以及其他科技手段 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基因优势 而这批呢 是将在热带当一辈子矿工的Data 我们控制他们的供养 限制他们的智力和身体发育 毕竟 矿工不需要太有脑子 也不能长得太高 我们还会用低温X射线照着他们 以便培养他们对寒冷的恐惧 让他们适应热带环境 随着主管的讲解 你仔细观察 不同胚胎容器上的标签 还未出生的人的一生 都写在上面 这就是胚胎成为婴儿后来到的地方 主管带领你们来到 新巴普洛夫条件设定室 继续讲解道 和社会身份车间一样 这里的工作也是条件设定 只是对象不同 这里针对婴儿 于是 您看到一群低肿性婴儿 在摆弄着书本 主管拉下一个开关 婴儿们顿时尖叫起来 身体抽搐不止 主管说 这是电极 给他们个教训 让我们看看效果如何 于是 等婴儿们平静下来 工作人员拿着书本逼近 婴儿们惊恐地向后退去 主管满意地说 看吧 条件反射已经形成 他们将一生厌恶书 接着 主管带领你们来到 一个类似托儿所的地方 所有孩子都在睡觉 他指着那群孩子说 等婴儿们长成孩子 针对孩子的条件设定工作 我们称之为教育 具体而言 主要是由 席普诺斯教育 也就是在孩子们 睡觉的时候 用重复的录音 向其灌输 道德律令 使之内化于人性之中 你们听 于是 你听到孩子们枕边 正好传来低语 那是阶级意识启蒙课的内容 这些β孩子们 被教育讨厌低级种性 尊敬高级种性 而且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 主管总结式地说 所有设定的目的都在于 让人们喜欢上他们 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 可是这一切和幸福 有什么关系呢 你忍不住怀疑 规定人生的标签 残忍的条件反射 如此种种让你感到压抑 主管似乎看出了你的顾虑 社会 身份 稳定 主管引用格言 震聋发聩道 批量生产的标准化男女 规划好的职业生涯 符合阶级身份的欲望 以及质地水平 优先的知识 这都有利于社会稳定 人们有正当好的能力 去实现正当好的人生目标 每个人都满意 每个人都幸福 对主管的话你似信非信 而我们都知道 人类的烦恼大多来自感情 你们来到世外花园 看到大一点的儿童在做游戏 其中有的竟然当众做性交动作 主管笑意盈盈地说 这是基础的性游戏 看他们玩得多好啊 可你们知道吗 在旧社会 性居然被认为是私密的 排他的 不道德的 而且 正当他打算进一步展开时 突然被一个陌生人打断 等看清来人 主管的脸色为之一变 那人是谁呢 来者正是穆斯塔法蒙德 西欧元首 元首在你们面前摆出授课的架势 新行员们瞪大眼睛 满脸期待 你不禁也开始好奇元首会说什么 众所周知 历史就是废话 元首也在开篇引用了世界国的格言 世界国所有的格言 都通过普诺斯教育深入人心 他停了一下 继续说 不过既然已经说到性游戏 那么你们也该了解一下 野蛮的家庭制度 听众里一阵骚动 是的 家庭 母亲 胎生 一夫一妻 风流运势 这些肮脏淫灰的词汇 都属于过去的家庭制度 在家庭的枷锁中 一切感情都具有排他性 冲动和力量的发泄途径 只有一道窄门 因此 以前的人们 那么疯狂 邪恶 痛苦 绝望 寂寞 元首停了停 欣赏听众不安的表情 接着说 我们尽一切可能 不让你们受感情的折磨 为此不惜发动大革命 打碎一切旧制度 建立了这个美丽新世界 现在你们告诉我 我们是怎样让全人类幸福的 稳定 刚才听讲最认真的新员工 马上答道 没错 元首说 汗用吗 说吗 有个声音怯生生地说 没错 完美毒品 具有宗教和酒精的全部好处 却没有这两者的坏处 只要吞下一粒方厘米的小药片 十种抑郁情绪都会药到病除 人们将会安稳地睡上一段时间 体验各种美梦 我们称之为缩麻架棋 但这只是辅助手段 无限制服用的话会致人死亡 谁来告诉我最关键的手段是什么 鸭雀无声 你们忘了吧 每个人都属于彼此 元首阵龙发溃道 听众们一个个恍然大悟 欲望从不等待 也就没有痛苦 快乐平均分配 因此无所谓嫉妒 冲动受到压抑 就会横溢携出 遇到障碍物随即翻涌成掏 我们从不压抑天性 我们撤掉社会强家的障碍物 我们不需要家庭 不需要婚姻 不需要什么真操 我们属于彼此 现在告诉我 获得幸福最重要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属于彼此 你身边的无数张嘴 异口同声地说道 是啊 每个人都属于彼此 就在不远处 孵化和控制中心的更衣室 一个女护士心不在焉地重复道 她没有听到新员工的同声高喊 只是在和闺蜜聊天 这位长发前犬 明眸善赖的姑娘 正是中央伦敦孵化 及控制中心的社交明星 人见人爱的 列宁娜 你说得对 列宁娜对闺蜜说 每个人都属于彼此 下个加息 我该换个男伴了 你觉得伯纳德怎么样 闺蜜大吃一惊 伯纳德是整个中心的笑柄 十足的异类 她虽然是个阿尔法家 但面貌丑陋 性格孤僻 少言寡语 最关键的 她的身高比同类矮小很多 几乎和悲他们一样 在美丽星世界 身高是阶级的重要标志 因此连悲他们都鄙视她 除非万不得已 姑娘们是不会和她交往的 列宁娜究竟看上她哪点呢 也许是因为墨西哥野蛮人保留地 那是伯纳德 邀请列宁娜一起度假的地方 整个中心去过的人不超过八个 的确神秘诱人 对于伯纳德而言 受到列宁娜青睐 的确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她意气风发地 开出私家直升飞机 飞到好朋友华盛的办公楼 伯纳德尽量 装出一副随意的样子说 列宁娜答应和我一起去墨西哥 华盛敷衍一句 哦 对我来说 姑娘太可怕了 上周我拒绝了所有姑娘的邀请 结果被他们闹得不得安宁 这时伯纳德有点后悔 向华盛提什么姑娘了 何必自讨苦吃呢 人家可是最完美的阿尔法家 才华横溢的作家 运动健将 英俊逼人 善于交际 每次回家都得抖一抖衣服 才能甩掉挂在身上的小姑娘们 事实上伯纳德都不明白 是怎么和华盛叫上朋友的 他们处于阿尔法阶层的 两个极端 不过 正因处于极端 才显得 他们两个与众不同 身体缺陷之于伯纳德 过于优秀之于华盛 产生了类似的疏离 冷漠 孤独 两个人都感到了 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 身体缺陷可能带来智力超常 超常智力 也可能导致 对自己蓄意的孤独 视而不见 从而变成一种 人为的禁欲主义 华盛对博纳德说 我总觉得自己能写些 更重要的东西 更紧张 更剧烈的东西 我们的艺术太无聊 没有冲突 没有深度 没有情感 我们的生活也一样 欲望太容易满足 女人唾手可得 可没有人真心喜欢谁 那只是烂情 不是爱情 来时毫无意义 去时毫不留情 博纳德 想到了列宁娜 她的态度的确轻浮得 令人心寒 没错 她选了博纳德 而不是其他男人 一起度假 可严肃程度 仅相当于 挑一条明天穿的裙子 她在公众场合 大声讨论约会的细节 一点都不觉得 这些本该是 私密的情话 她当着博纳德的面 和别人约会 打心眼里觉得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博纳德 无法承受这种情盈 为此 她痛苦不已 博纳德 还是和列宁娜 度假去了 在直升机上 列宁娜看到了 雄伟的泥沼火葬场 列宁娜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阿尔法们 死后提供的 无氧化二磷和 德塔 艾普希隆们 几乎一样多 她没把这个疑问 告诉博纳德 因为她知道 博纳德只是个 心理学专家 连英格兰 大部分零产量 来自于尸体焚烧 都不知道 列宁娜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其他所有的女孩一样 用一片缩麻 望得金光 毕竟 思考是一件 累人的事 其实她完全可以 就此问题 和博纳德 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因为博纳德 最近正厌恶着 集体主义 如果她知道 国家连死人的 剩余价值 都榨取干净 一定会对这个问题 产生更深的认识 是的 博纳德讨厌 所有节日仪式 所有人聆听 同样的音乐 做同样的动作 感受同样的氛围 礼拜同样的神明 人被打碎柔和 成为一个 更大的有机体 在宗教热情中 集体高潮 博纳德总是 不能和众人共鸣 她空虚的理智 和沉寂的欲望 在此情此景中 更加凸显 她是孤独的 不被救赎的 痛苦的 却是自由的 在度假的途中 她把这种自由 讲给列宁纳婷 可换来的 只有姑娘的慌恐不安 因为缺乏默契 或者不愿思考 有时候 人和人交流 比人和狗交流 要难得多 列宁纳说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是自由的 每个人都很快乐 但你不想以别的方式 获得自由 获得幸福吗 博纳德严肃地说 比如 以你自己的方式 而不是任何他人的方式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快点赶路好吗 列宁纳几乎在央求 博纳德沉默地踩下油门 几小时后 他们降落在墨西哥 事实上 墨西哥之旅 远不止踩油门这么简单 为了这次旅行 伯纳德甚至得罪了 自己的顶头上司 也就是那个 孵化级控制中心的主管 在美丽新世界 个人出游 需要组织审批 主管看到 伯纳德的目的地时 大吃了一惊 对主管来说 墨西哥野蛮人保留地 尘封了一段不堪回忆 年轻时 为了追求刺激 他也带女伴去过那个地方 结果遇到事故 只身返回 女伴下落不明 痛失所爱的感觉 化成梦魇 折磨了他好多年 在美丽新世界 强烈的爱意 和强烈的痛苦 都是不道德的 主管痛恨当年的自己 正如他痛恨现在的伯纳德 更别提伯纳德 对不道德的爱意 和痛苦 表达出十足的同情 按主管的本意 肯定要驳回伯纳德的申请 无奈元首陛下 已经亲自批准 主管只好退而求其次 向伯纳德发出警告 威胁把他发配到冰岛去 伯纳德的反应 大大出乎主管的意料 他满脸蔑视 大摇大摆离开 砰地关上门 长时间积累的反抗情绪 终于发现出来 伯纳德感觉自己 单枪匹马挑战秩序 集体 一切恶势力 可能的迫害 也没有让他沮丧 反而激起了殉荡热情 他从办公室出来 步履轻快 甚至还吹起了口哨 可是接下来 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切 证明 伯纳德 高兴得实在是太早了 保留地是旧世界 最后的残留 六万印第安人 按照原始的生活方式 居住在六千五百平方米山区 一圈五千米高的通电高墙 将野蛮和文明隔开 未经允许 任何人不能活着出来 或者进去 列宁娜对保留地 仅抱有夜宫耗龙的兴趣 她几乎刚刚踏进这里 就开始后悔 催眠教学基本卫生第二课中说到 文明就是消毒 看看这里 污水横流 垃圾遍地 空气中充满了细菌滋生的恶臭 这里的土著野蛮人 也简直令人作呕 他们外表邋遢丑陋 奇装异服 疾病和衰老让很多人看起来 根本不像人 更严重的是 野蛮人居然胎生繁殖 妇女公然在街上哺乳婴儿 目之所及都不堪入目 列宁娜一阵阵反胃 她急需缩麻 摆脱负面情绪 可偏偏没带 伯纳德倒是乐在其中 她喜欢母爱 这种深刻的 强烈的 无私的 却被文明世界唾弃的情感 不过她的好奇心 也很快就烟消云散 从伦敦传来坏消息 她真的要发配冰倒了 挑战主管固然一时爽快 可是 等到主管的威胁 真真切切变成了现实 伯纳德反而恐惧极了 更让他俩难以接受的是 保留地的祭祀活动 广场中央撒满玉米粉 很多蛇在玉米粉上扭成一团 一个几乎赤裸的男孩 绕着中央慢慢转圈 同时 不断被一个戴着恐怖面具的 野蛮人鞭斥 更多野蛮人站在外圈 欢呼跳跃 群魔乱舞 这就是野蛮人的鲜血献计 祈祷玉米丰收 男孩走的圈数越多 预示着越好的年纪 只有最受部落信任的年轻人 才能当此重任 为部落利益做出牺牲 也是每一个士林青年的光荣梦想 尽管最后会鲜血淋漓地倒下 生死未卜 列宁娜怕极了 一直苦 伯纳德只能不知所措地安慰她 就在这时 一个奇怪的人慢慢靠近了他们 中午好 这个陌生人说 把伯纳德他俩吓了一跳 你们是文明人对吗 伯纳德震惊了 这个年轻男孩说的是语法准确的英语 长得一幅白中人面孔 但穿衣打扮完全是印第安人 我叫约翰 我妈妈也是个文明人 就因为这点他们才不信任我 约翰指向祭祀的众人 我可以走更多的圈 可就是不选我 你是说你愿意挨鞭子 列宁娜问 好奇心战胜了恐惧 是的 为了村子 求雨求丰收 为了敬耶稣 也表示我能够忍受疼痛 不会叫苦 是的 他的声音突然圆魂洪亮起来 他挺直肩膀 桀骜不驯地抬起下巴 为了显示我是一个男人 伯纳德则关心的是另一方面 你妈妈是文明人 文明人怎么可能当母亲 我在这里出生 约翰说 我爸爸也是文明人 当年他们来保留地度假 爸爸留下妈妈自己走了 伯纳德突然想到什么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托马斯 哦 托马斯 伯纳德兴奋极了 托马斯正是主管的名字 接着 他们拜访了约翰的母亲琳达 更加确定了这一点 没有文明世界的医疗科技 琳达早已变成丑陋的老太婆 身材臃肿 毫无美感 伯纳德想到一个计划 可以保住自己虔诚的计划 什么呢 他要把约翰和琳达带回伦敦 对于这个计划 琳达求之不得 可约翰不愿意 约翰从小生活在保留地 强烈地认同印第安文化 他对美丽新世界没有丝毫兴趣 不过 他很快就妥协了 改变约翰的正是列宁纳 整个保留地都没有如此处处动人的姑娘 约翰对他一见钟情 伦敦一下子变得非去不可 因为爱一个姑娘而爱上一个地方 男人经常干这种傻事 约翰根本没去考虑伦敦对他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更没预知他的命运将如何改变 扼杀一个反叛者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他成功 伯纳德再也不是那个牢骚满腹的意见分子 现在他是上流社会的红人 王侯将相争相结实的对象 姑娘们趋之若鹜的宝贝 他又一次耀武扬威地找到好友华生 掰着手指头 细数自己的左拥右抱 把完美二法家都比了下去 逆袭是因为伯纳德手握王牌 野蛮任约翰 刚回伦敦 主管就迫不及待地招来伯纳德 指责他在离京叛道 已经成为社会的威胁 说他是秩序和稳定的破坏者 并当众开除他 谁知道伯纳德反江义军 请出主管的前女友林的 一个又老又丑的胖女人随即出现 给主管一个鼻涕般恶心的拥抱 主管奋力挣扎 围观群众都在看笑话 你个该死的托马斯 琳达说 你把我丢在保留地 还让我怀孕生了个孩子 死言一出 众人愕然 主管吓得脸色铁青 紧接着 约翰出现了 爸爸 约翰大声呼喊 这戏剧性的一幕 很快传遍伦敦社交界 一位会说英语 长相和文明人一样的野蛮人 勾引起全城的好奇心 只有通过伯纳德 约翰公认的监护人 人们才能见到约翰 因此伯纳德也炙手可热 不知不觉间 伯纳德已经与这个世界和解了 不过虽然成功让他欢心 他还是拒绝放弃批评这个秩序的特权 面对那些为了与野蛮人见一面 而对他大献殷勤的人 伯纳德总是喜欢炫耀一下自己那种 吹毛求疵的反传统形象 大家彬彬有礼的听着 背后却不停的摇头 哎呀 这个年轻人不会有好下场 他们说 下一次他可就找不到第二个野蛮人来帮他脱离困境了 不管怎么样 第一个野蛮人还在 伯纳德甚至有钱直接给元首写报告 汇报野蛮人的文明之旅 他带着约翰到处参观 展示文明世界的优越性 他写道 令人诧异的是 野蛮人对文明社会的物质发明 几乎没有惊讶或敬畏 更对我们的文化嗤之以鼻 他反复提及一个旧时代作者 叫莎士比亚 他又写道 野蛮人对索麻深恶痛绝 他认为索麻毒害了他的母亲 让琳德每天处于昏迷状态 其实是琳德自己强烈要求服用大量索麻 为此不惜缩短寿命 最后他还在报告里加入个人见解 我与野蛮人观点相同 文明社会中的婴儿时期过于舒适 或正如他所说 缺乏挑战 我仅借此机会 希望阁下关注 元首读到这里时 皱了一下眉头 他想 我与大家的观点相同 这个年轻人 不会有好下场 约翰对列宁娜一见钟情 他的眼睛 他的头发 他的面庞 他的步态 美得射人心魄 和他在一起时 约翰脑子里一直冒着 莎士比亚的诗句 一切洁白的东西 和他的玉手一比 都会变成墨水一样幽黑 约翰将列宁娜视作女神 贞洁而高贵 分别时魂牵梦绕 但相见时又不敢看他的眼睛 生怕自己肮脏的欲望 唐突佳人 列宁娜也爱着约翰 只是他们对爱的理解 南辕北辙 列宁娜像其他文明人那样 从不控制自己的欲望 对他而言 爱情应该如苏马般美好 轻松易得 不同的爱情观 就像不同的语言 两人虽然相互吸引 却无法沟通 列宁娜越是主动 约翰越是退缩 最后 列宁娜主动找到约翰的家 并且自行宽衣解贷 这时 约翰却说 我应该先做点什么 证明我配得上你 一些卑贱的事情 要高贵地去做 难道你不明白吗 列宁娜当然不明白 爱情难道不是想做就做吗 列宁娜还在继续 这可逼疯了约翰 他怒气上头 激情之下 动手打了列宁娜 巴掌落在脸上 一并扇飞了泪水和爱情 不论如何 约翰失恋了 而失恋的人 最善于愤世嫉俗 美丽新世界变得面目可增 肤浅的流行文化 千篇一律的生活 毫无生气的幸福 所有的一切 都让约翰恶心 他把自己锁在房间内 拒绝参加一切活动 包括伯纳德精心准备的 上层阶级见面会 他关上新门 也截断了伯纳德的成功之路 失去了对野蛮人的控制之后 伯纳德一息回到过去 女孩子对他嗤之以鼻 朋友嘛 只剩下了华生一个 此时 野蛮人约翰干嘛去了呢 约翰竟然在医院 煽动德他员工暴动 他先是语无伦策地发表演说 接着损毁了德他员工的薪水 也就是缩麻 约翰之所以如此激动 是因为他刚刚受到了刺激 他的母亲因为吸食 过量的缩麻去世 弥留之际 约翰守在病床前 少年时代的回忆涌上心头 他感到无比悲伤 可是 他的这种悲伤情绪 别人根本无法理解 在美丽新世界 死亡被认定是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护士来进行死亡教育的 低种性多生子 甚至琳达本身 都不理解约翰的痛苦 琳达还怪罪约翰 打扰了他的缩麻假期 在病房里 约翰就和多生子们产生了冲突 他们实在太不懂得敬畏了 走出医院 约翰正好看见多生子们 排队领取缩麻 突然灵光闪现 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了 好像百叶窗被打开 窗帘被拉起 他想 自己的母亲琳达 曾经是一个奴隶 琳达死了 其他人应该自由地生活 世界应该变得更加美丽 这是一种旧事物 一种责任 于是 约翰开始阻止发放作麻 煽动多生子们 追求自由 约翰满脸通红 满怀激情 义愤填膺 眼睛迅迅又深 你们愿意成为奴隶吗 你们喜欢成为婴儿吗 是的 婴儿 呜呜啼哭 兔奶的婴儿 缩麻是毒品 他让你们停止思考 我思故我在 不会思考 只会享乐 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可惜 这群 低种性多生子 根本听不懂约翰在说什么 他们盯着他 表情茫然 眼睛里满是愚笨 阴欲 阴欲 和憎恨 约翰大叫 你们真是一群低能儿 他的悲伤 怜悯 与责任 似乎都变成了对这些人类怪物的极度痛恨 那么好 我来教你们 不管你们愿不愿意 我要让你们自由 他推开一扇面向医院内庭的窗户 开始把装缩满的小药盒 一把的向外扔去 多生子们哗然大怒 纷纷涌向约翰 就在此时 伯纳德带着华生赶到现场 伯纳德因为害怕卷入冲突 让自己变成反社会同谋 只是站在一边看 华生可不管这一套 事实上 华生算得上 约翰在文明世界唯一的知己 约翰来到伦敦后 两人交往甚密 共同探讨文学 批判现行制度 华生冲入人群 帮助约翰损毁作马 事件最终被警察平息 三个人都被带到 元首办公室 等待惩罚 伯纳德委屈极了 他反复强调着 自己没有参与其中 元首冷冰冰地 制止了他的申诉 统治者鄙视诺夫 搞定他们不需要多少精力 反叛者反而值得尊敬 就像约翰和华生 元首和他们展开了 深刻的对话 元首开门见山 野蛮人先生 看来你不是很喜欢文明 不 我不喜欢 那么你喜欢什么呢 我喜欢莎士比亚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 究竟哪样更高贵 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 无情的摧残 还是挺身去反抗那些 无边的烦恼 把它扫个一干二净 听着元首顺溜地 背诵着这段台词 野蛮人兴奋地说 您也读过莎士比亚 为什么除您意外 没人知道莎士比亚 因为这些是禁书 只有我有权阅读 为什么要禁止呢 他们那么美 正因为他们美 美是有吸引力的 而我们不希望人们 被古老的东西诱惑 我们希望他们喜欢新的东西 但是新东西愚蠢的可怕 那些戏剧 电影 诗歌 浅薄之急 听到这话 元首直指华生说 你在侮辱你的朋友 你身边这位 可是我们时代 最出色的作家之一 而华生却消极地回应道 约翰是对的 现代的东西 包括我写的那些 都像白痴一般 毫无意义 面对野蛮人的疑惑 元首开始语重心长地 说出了下面这段话 因为我们的世界 与莎士比亚的世界不同 没有钢材 你造不了小汽车 没有社会动荡 你创造不了悲剧 可是现在的社会 如此稳定 人们很快乐 他们可以得到想要的 得不到的也不会去想 人们很富有 很安全 他们不会生病 也不惧怕死亡 他们没有父亲和母亲的牵绊 没有妻子或者情人 或者谁都没有的烦恼 他们的条件设置 让他们的行为举止 完全符合规矩 要是出了任何问题 还有缩麻 我宁愿活在 莎士比亚的世界里 当然 文定看起来并不壮观 顺从者们 没有反抗者的迷人外表 幸福从不豪华 文明绝不需要英雄主义 这是政治无能的症状 为了保证公共福祉 我们统治者 不得不如理薄冰 我们只是为你们的 幸福服务的仆人 在幸福和人们 过去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 我们牺牲了高雅艺术 可我不幸福 野蛮人说 我需要用眼泪交换的东西 这里的东西都太义得了 原首不解地问 你是在要求不开心的权利 是的 野蛮人挑战他说 我要求不开心的权利 原首说 不消说 还有变老变丑和性无能的权利 病痛和罹患癌症的权利 三餐不济的权利 龌龊的权利 时时为着不可知的明日 而忧虑的权利 被各种难言的痛楚 折磨的权利 一段漫长的沉寂后 野蛮人约翰终于说 我要求这一切 原首孙总监 说道 西庭尊便 谈话结束后 伯纳德和华生被发给到冰岛 约翰被文明世界释放 任其自生自灭 约翰隐居在偏远山区 远离文明 像个苦行僧那样拷问自己 净化自己 可是 当他对抗全世界时 约翰发现 自己无钱可守 无处可逃 隐居生涯没持续多久 很快文明就找上门来 猎奇者 记者 电影导演 观众越来越多 约翰的所作所为 不再是神圣的隐居 而是庸俗的真人秀 约翰愤怒了 他越来越有攻击性 暴力逐渐升级 等他再次见到列宁娜 他的情绪就彻底失控了 他一直觉得 列宁娜就是淫荡堕落的化身 他玷污了爱情的纯净 于是 约翰开始挥舞着鞭子 发狂地抽打着列宁娜 潮水般的围观群众 不但没有出手相救 反而被约翰的狂热所感染 他们被条件设置中的 从众心理绑架 不严而同地模仿起 约翰的行为 他们开始相互殴打 场面彻底失控 等一切恢复平静时 人们惊讶地发现 约翰不见了 他上吊自杀了 尸体正挂在房梁上 一双脚余波未消地摇晃着 等待第一个 发现他的人 至此故事就全部结束 这本薄薄的十多万字的小说 一经发表就轰动了世界 销量很快达到了百万级别 随着时间的流逝 其中的预言不仅没有过时 反而逐渐变成现实 比如娱乐至死的庸俗文化 克隆和基因技术 青少年间的反制倾向等等 娱乐至死的作者 尼尔·波兹曼曾经说过 比起1984 更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是 美丽新世界 人们不会被自己讨厌的事物击败 只会死于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当代读者而言 这本书不仅是对未来的警示 更是对现实的批判